7月20日,四爷何胜明现身上海出席第三届荷花节及庆生会,好兄弟人权等人也是十分给力的清零现场助阵。 当天四爷一身白色西装帅气亮相,荷花们更是身着婚纱,手捧鲜花,遥想这后宫家力三千也不过如此了。 庆生会上,何胜明换了一席绿色荷花裙装率先登场,并一连现唱了佛说等多首二首能详的歌曲。 不过,这娘炮的打扮却遭遇了不少媒体的质疑。 据悉,何胜明在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后,有关他与死党余政不合的传言也是时又传出。 当天四爷除了肯定与余政是永远的好朋友外, 更首次澄清了他与余政的一纸合约传闻。 永远都是好朋友,那作品上有什么合约,作品上有什么合约吗? 因为余老师可能今年下半年,今年年底吧,会拍一部电影吧,我们再聊。 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说,我其实跟余老师从来都没有合约过, 从来都没有一纸合约,我们是良事一友,我们是很好的朋友, 所以我们的这种友谊已经高于了一纸合约。 我今天想跟余老师过来的一个人,我今天想跟余老师过来的一纸合约。 我今天想和余老师的一纸合约,我说你不思论是什么好朋友, 好朋友哦,我说你不思论。 感谢观看